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不要忙了 大家现在看到的录屏画面就是Quest2一体机版的《我的世界》 那么这是一个移植过来的版本,也是今天刚刚发布的 那么今天我就是要教大家如何安装这个版本 大家首先要复制我在那个乡线里面给到的大家一个Github的链接复制过去跳转 这里面呢大家要下载两个文件 第一个就是APK 就是到时候你要在Quest2里面启动的一个游戏启动器 然后就是一个压缩包 你可以理解成它里面包含的一些资源环境 由于Github它是比较不稳定的 大家还是要通过开启国际互联网才能够顺利的下载 等你完成之后我们就要把这个压缩包给解压出来 这几家出来的文件就相当于我们平时安装Cuz2游戏里面的那种OBB文件 所以说我们现在先要把APK这个安装包用SideQuest给安装 当然你可以类似用87VR助手这样的软件来安装 安装完了之后我们就要打开Quest2的文件夹 就在它的第一层的路径这里 然后我们点击刚刚压缩出来了那个压缩包 里面有个安卓的那个文件夹 直接把它复制到Cuz2的第一层的这个路径里 然后它就会提示你有相同的文件夹 然后你点下面把为所有当前的项目之间只操作 就是把两个文件夹给合并起来 然后点击是就行了 这时候你就完成了基础的安装 然后这时候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Quest2里面 为它就是进行启动时的一些设置 我们在未知来源里面启动这个 我的SideQuest版的启动器 一开始第一次启动会有比较长的一个下载 我这里是已经加速了 大家自己安装的时候就需要等待一会儿 进入到这个启动器之后呢 会有个会有这个存储变更的提示 大家点确定就可以 然后就是你需要登录自己的微软账号 记得这个一定要是你已经在微软账号里面 买过我的世界这个游戏 或者说是你放了XGP的会员 它是你可以直接在这个XGP的那个会员范围里面免费玩我的世界的 但是你一定要先要在电脑上 XGP那里已经下载了我的世界这个游戏 进去里面创建过一个账号 如果你仅仅是买了XGP的会员 没有开启过这个游戏 就会像我现在这样 就是说你的账号好像没有拥有这个游戏 它就出现这个暴水 所以说你一定要先在我的电脑上 登录一次我的世界创建一个账号 那现在我已经重新登录过之后 我这边就可以顺利的 在这个CAD2上面登录我的微软账号 登录之后你可以看到左上角就是你的账号名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就是选择榜本号 我们在启动游戏的左边选择最下面这个榜本号 然后我们 然后我们就要在设置里面选择那个渲染器 点击第一个 然后选择渲染器 然后点击第三个 那我们这样你就可以点击这个启动游戏了 点击启动游戏之后呢 也是有一个比较第一次启动吧 所以说它也是会有一个长的去下载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你一定要是开启国际互联网 能够能够连接外网之后 你才能在这个步骤流畅一点 所以说呢 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前准备好国际互联网的装置 好 等你下载完成之后呢 这边就是要下载一些资源包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直接跳过了 当然你也可以说等这个资源包下载完成 这是随你自己的意愿吧 我这边直接点跳过 跳过之后呢 它会黑屏 然后进入这个红色的画面 这就是你正常进入游戏来 而且这个过程是比较长的 前面黑屏的部分大概是有50秒 然后进入刚刚那个红色的部分 大概是10秒左右 如果大家是自己第一次登录的话 可能会卡在那里 就不要急 慢慢等就行了 我们点这个Create New World之后呢 它也是会出现这种卡的现象 这个就要更久 那我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大概有80秒 也就是接近一分半的时间会卡在那里 这就是你第一次登录的时候 会比较久的时间 因为这里我已经剪辑过了 所以说快一点 实际上要等待大概80秒的时间才能进场进入游戏 当然你第二次第三次进入游戏之后就会不用这么久了 进到游戏可能唯一的问题大概就是它的这个交互 就是说蔡兰兰的选择它没有一条射线给你 有时候去选东西的时候有点看不准东西 然后就是优化没有做的特别好 因为可能是开发团队刚刚发布的第一个版本嘛 移植过来的第一版本就是优化做的不太好 会有一些调增卡顿的现象 不过这些问题我相信后续都会解决的 那如果你也是我的世界这个游戏的终成玩家 我觉得真的可以试一下这个VR版的 VR一提机版的我的世界 OK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您也是对VR相关感兴趣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点赞投币转发商联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